南無本師釋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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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無上聖聖為妙法 百千萬劫難遭遇 百千萬劫難遭遇 我今見聞得受慈 我今見聞得受慈 願解如來真實意 各位法師各位聖教家阿彌陀佛 我們講到 昨天講到這裡 講到阿彌陀佛三部體 前面總說其實就是 那麼 以阿彌陀佛來說 生死的根本 你輪迴的根本 是無名跟貪愛 無名為父 貪愛為母 無名跟貪愛 所以流轉生死 不知苦之本跡 所以有生死輪迴 由於你斷除無名斷除貪愛 所以你可以得解脫成正確 由斷除這個無名 叫做名 這是阿彌陀佛裡面強調的 那現在的大聖法 它重點 那麼在於這個 這個無名一定會引發貪愛 貪愛一定是來自於無名 它不能分開的 那麼它是專從這個無名講 那無名最重要的有很多 不知三惡 不知夜暴 不知因果 但最重要的就是不知無我 基本上就是我見 我們叫做我職 那麼阿函《般若經》裡面 是從這個 專門在講這個 就是你由於生死 那麼不能解脫 不得解脫 就是不能成正確 不能解脫 來自於無名 那麼《般若經》 《般若經》裡面 主要就是從這個無名來說 無名 那這個無名主要就是我職跟法職 我職跟法職 由於這樣不得解脫 那麼由不得解脫而有這一些 這七個七都是無名帶來的 就是我們這裡講 叫做我掛愛 有掛愛就是有職取 就是有職取 那麼職取前面就是貪愛 貪愛的前面就是無名 無名貪愛而有職取 因為有執取 有恐怖 有顛倒 有妄想 所以不得解脫 所以就有 恐怖 顛倒 那麼這個恐怖主要是生死的恐怖 當然還有很多 以這個為恐怖 有顛倒 這裡是講夢想 其實就是妄想 不實的 其實是這樣 這裡的經文是來講這一些 那因為你有智慧 你無明有明 那麼你就有解脫 那麼這裡的明 《般若經》裡面的明 主要就是禮我直 就是禮我直 法直 禮我直 我法直 那麼整部經文都在講這個 因為禮我直 跟法直 就是我們 我們一字一句的解釋完以後 再總格來看這個經文的意思 禮我直 法直之後 那麼就能夠遠離顛倒 就無關愛 這個禮我直 法直就叫做心無關愛 它其實就是什麼 無所得 以無所得故 所以整個經文的意思它就是怎樣 以無所得故 心無關愛 心無關愛 其實就是禮我直跟法直 那麼這個我直 法直的底下內涵 就是前面的經文 五運 五運為我 蛇促為我 十八戒為我 那麼以這個 直取遠取 直取四弟 直取智 直取得 這一些 那麼色受想形式 五運 所以它講 不住 色身相畏促法 這個是新剛經講的 就是說 言而憑者 無色身 就是色不一公空不一色 色其心空其一色 就是色無我 受想形式無我 那麼眼無我 而憑者生意無我 就是這個是 這個是心經講的 就是我們把它 因為要結束了 這個前面是主要的 那後面 它開始會講到 所謂這個心經的功用 我們講這個經 最後都會講 這個經 你受持這本經的功德 都會講這個 那前面會講它的理論 它的方法 其實是這樣 那麼 即使是一本心經 那麼 才幾個字 兩百多個字而已 那麼它也是這樣 所以這個五運 色受想形式 色無我 受想形式無我 那它的說法是 色即是空 空即是色 色即是空 空即是色這樣 那十二處無我 主要是六處 那六處一定是內外 所以就變成十二處 十二處無我 那麼眼 眼即是空 那麼耳即是空 鼻即是空 乃至於色即是空 身相未促法 是這樣 然後再到十八戒 眼界 乃至意識界 然後後面 就只要是法的問題 緣起 無明亦無明盡 當然 這個中間也有我直 也有法直 其實是合在一起的 但是偏重來講 你在五運裡面 執著五運中 五運何何有我 那個是我直 執著五運中的色受想形式 有自信 那個是法直 你在緣起裡面 執著有生死流轉的眾生 那麼那個叫做我直 那麼你執著無明行事明色 乃至於生老死 有自信 那個叫做法直 其實這中間都有我直跟法直 但是我們說偏重來講 乃至於有解脫的人 有輪迴的人 這個就是我直 有解脫的法 有輪迴的法 是持有的 這個叫做法直 就是我們每次講完之後 就要再綜合再來說一下 就是要貫通 要理解這種東西 那偏重來講 其實緣起是地 乃至於智跟得 智慧 能得的智慧 所得的境界 那這個就是心經裡面的內容而已 就是這樣 那麼他也有法直 就是這個也有我直的部分 這個也有法直的部分 但偏重來講好 那麼他就是你我直法直 那麼就心無寡愛 他其實就是無所得 以無所得各心無寡愛 心無寡愛他就沒有這個 他就無有恐怖 遠離顛倒 那麼夢想 那麼遠離顛倒夢想 就能救進涅槃 這個叫做解脫就是涅槃 就能夠 無與涅槃 就叫救進解脫 有於涅槃是解脫 但還沒有救進解脫 其實是這樣 那麼就得無與涅槃 那從大聲來講 就是得阿妞多納什麼善不停 其實是這樣 就是大家稍微想一下 那麼整個心經的脈絡 他在說的什麼就非常清楚 那你稍微把心經背起來 那麼你不用看任何的書 你只要這樣稍微想一下 因為你了解他的意味 你就可以從頭講到尾 真的 你今天上完課之後 你去跟人家講心經 也可以講 也就是這樣 你看 就前面這樣嘛 很簡單嘛 他就是這個問題而已啊 你看 這些都是在講我執跟法執 那我執法執都是從 從這個無名談愛 就是從這個無名 從這邊來 是不是很簡單 好像沒什麼反應 真的 你手不想起事 你就會覺得 沒有那麼難 你真的不用看書 你也可以講 真的 但是有一些結論稍微要背一下 因為你要引經 你要稍微背一下 那其實就是 孔子也講嘛 無道一以貫之 就是你法跟法要通 這些 一個法裡面的前後文你要通 他的文字跟他的意理要通 他 那些 那些 天島 世間島 對 跟那個聶凡事本 常樂我經 要怎樣 大波聶盤經的常樂我經 他主要是就 就是就佛信講的 因為大波聶盤經 大波聶盤經講常樂我經 只要是就佛信講 這個講下去又不一樣 就是可能要一節課 他是就佛信的 那麼 那麼 因為你成佛之後 你不會再成為凡夫 是不是 你成佛之後 就不會再有染污 那麼 從這裡來講常樂我經 但是 就是說 在講常樂我經的時候 就是凡夫 對這個五韻生 對我們這個我 五韻生 有常樂我經的顛倒 那麼大波聶盤經講的常樂我經 是就這個佛信 成佛之後 成佛不會再成為凡夫啊 那他沒有任何的痛苦啊 無語內法沒有任何的痛苦嘛 那麼他是完全親近的嘛 但是這個常樂靜這三部分 是講 你成佛之後 他的特性 他是常的 就是 因為無違法 不會再講有違法生命了嘛 他是熱的 他離一切苦嘛 他是靜的 他斷一切煩惱嘛 其實是這樣 那我這個就有問題啊 他的我其實就變成 他是一直是這樣的 畢竟有一點像說 有佛無我 他都是這樣的 那麼在寶基經 他也引這個 比如說 他講 他沒有講我 他只講常樂靜 寶基經講 常樂我靜 如果大家有機會去看寶基經 當時到了大波內凡經 大波內凡經是珍藏微信論的 所以我說講到這個很多人可能就有一點混亂了 那麼他後來就開始講到常樂我靜 那麼大波內凡經他後來當然他是比較後期的 他是珍藏微信的經典 所以後來的常樂我靜 大波內凡經講的常樂我靜的四種 叫做四德嘛 佛性的四德 跟凡夫執著的四種顛倒 他的概念有一點點不太一樣 那就是成佛之後 他擁有的作用功德 那我們是執著這個我基於哪一些錯誤而說的 不過我們說 本來是強調常 因為常樂我靜 其實是跟放我的概念是有一點點類似 那本來是強調無常無我苦跟不盡 強調這個的 那後來這個是強調眾生這一面的 眾生這一面是無常苦空無我 或是無常苦不盡 所以四念初觀生不盡 觀受是苦 觀心無常觀法無我 是這樣子的 就是你要去 因為你的顛倒就從這邊來 後來那麼在 這個是強調眾生的 眾生的無明這一部分 那麼在強調佛的這一部分 就變成常樂盡無我 但是後來這個是出取大聖 寶基經是出取大聖的嗎 就古寶基經 我們叫做普名菩薩品 常樂無我盡 後來到了大玻璃環境 就直接講常樂無我盡 那就會混在一起 我們不要在這個地方講太多 因為等一下還有很多東西要講 所以講到這個 反正佛法其實還蠻多問題的 不過這個就是比較 比較專門的問題了 因為講到這裡其實是蠻複雜的東西 那我們先來講 就是我們先把我們散過的 然後這一些 然後回顧來稍微看一下 你就會發現 他就講這個道理而已 你回去 這個就是科判 你回去把它稍微畫一下 那你再稍微想一下 然後你就知道這個脈絡底下是什麼 這個脈絡底下 從這個脈絡底下 引申這個脈絡 從這個 從這個文字引申這個文字 然後那個內涵是什麼 你就發現到 他是有一個次第 慢慢慢慢 你再稍微把它記起來一下 就是很簡單 你也不用記 五運後面就是六處 六處後面就是六界 六界現在十八界 總點代就是運處界而已 然後就是元起四地 然後就是見元起見四地之後 所得的智慧跟所得的境界果報 那不就這樣而已嗎 那這一切都可以分為我執跟法執 那這個都是從阿涵經來的 無名貪愛 都是從阿涵經來的 那他重點在強調這個無名 那麼你如果沒有這樣不得解脫 你就有恐怖顛倒妄想 那恐怖就主要是生死恐怖 顛倒是四種顛倒 最重要的是我見顛倒 那麼這個就是以無所得故 好 那我們接下來要看這個 這個就是 我們講完了之後 稍微總說一下 好 故知波羅波羅蜜多 是大神咒 是大明咒 是無上咒 是無等等咒 能處一切苦 真死不虛 好 講到這裡 那麼這裡講到 這個波羅蜜多 大明咒 先講這個 我們稍微要來說明 阿涵經裡面對咒的看法 阿涵經對咒的看法 跟後來部派對咒的看法 到後來 乃是初期大聖 到後來 大聖經對咒的看法 乃至於密教 我們稍微講一下 因為咒語已經襯透深入到 我們的佛法裡面來 包括以前我們上早課 早上是 好像單日雙日 上十小咒 那有些上 有些是送人緣咒 單日雙日 服緣基本上 服緣基本上是沒有念咒 但是初一十五 後來 應孫導師的時候沒有 後來也有念人緣咒 初一十五有念人緣咒 平常的時候我們常念的就是大悲咒 吃飯的時候會念準題咒 那麼做佛事的時候最常念的是往生咒 所以這些咒語基本上已經變成佛法的血跟肉了 大概有這種情形 多數的人也都念咒 那早期是沒有的 我們說咒語到底是怎麼來的 我們先要分 稍微分一下 那麼先講這裡好了 就是波爾 波爾是大神咒 大神咒 大明咒 無上咒 無等等咒 好 那麼 這個是用 就是用世俗對咒的概念 那麼來說這個波爾的功用 神就是神力 有威德力 有神通力 有威德力 就是它有很強效的作用 這個叫神咒 那麼大明咒 明咒 基本上 這個就是大 大神咒 大明咒 神咒跟明咒 基本上是差不多的概念 那麼 婆羅門奉辭明咒 宋辭廢 就是說 婆羅門 印度的婆羅門 他基本上 他都是這樣 這個是世俗的概念 婆羅門 這個在佛法裡面 基本上也有把它的意思引用來 比如說犯 犯本來是指犯天 但是後來就用犯來指清淨 所以佛陀 佛陀也叫做犯恨清淨 犯恨的弟子 他指清淨 他不只是指犯的那種清淨 因為犯的意思都是清淨 那婆羅門有時候是指高貴 所以有時候會講婆羅門 就是指高貴的意思 真正的婆羅門 是什麼什麼什麼 類似像這樣 那麼這個 佛陀就是用當時的 這個習慣性的語言 然後就是改變它的內涵 包括涅槃 涅槃我們說過 這個在印度 涅槃就是指苦的止息 那個字很常用的 就是用世間的語言 因為世間就是流行這樣 它就是這個話 但是我們用這些話來告訴你 這個真正的意思是什麼 舉個例來講 我們說涅槃 涅槃不是佛教的術語 是原來佛還沒出生以前 印度人就是這樣來說的 那麼它就是苦的止息 它是苦的止息而已 只要苦 你這個苦止息了 你就是涅槃 所以最常用的一個句子就是說 你肚子餓了 肚子餓是一種苦 你在吃飯吃飽了 摸摸肚子就是涅槃了 你口渴是一種苦 你喝了水之後 你感覺舒服 涅槃了 其實是這樣的意思 所以你的苦止息了 就是涅槃 你走路走到腳很痠 那你坐下來坐在椅子 按摩腿舒服啦 沒有那種苦啦 摸摸膝蓋涅槃了 其實是這樣的意思 那麼佛陀就借用這個苦的止息 來告訴大家 世間的苦有非常多 最重要的苦就是輪迴的苦 在輪迴當中 生根死當中 有怨真慧愛別離求不得老病死 這一些 就是有八苦 那麼苦的止息它是一切苦 就是佛陀把它引申到一切苦的究竟 比如說你肚子餓了 你今天早上吃完 吃了肚子不餓了 早上涅槃了 中午又開始餓了 中午又要涅槃一次 晚上又要涅槃一次 晚上涅槃了 明天又要涅槃一次 一天要涅槃三四次 那麼那不只是肚子餓的苦 還有口肝舌燥的苦 還有腿酸的苦 還有起承認心的苦 種種的苦 那你常常在涅槃 因為常常受苦啊 那只是這樣而已 所以佛陀就跟他講 一切苦 不是一苦 不是良苦 是一切苦 不是短暫的止息 是究竟的止息 這個苦沒有了之後 不會再生起 這樣叫做涅槃 所以一切苦的究竟止息 就是永遠止息 所以他就用世間的言語 用世間的言語 那麼來說明 就是包括婆羅門 婆羅門是因為 他的父母是婆羅門 就是他的種姓 他的種姓是婆羅門 他會奉送世廢陀 那麼他能夠解釋世廢陀 然後這個他還可以奉送一些咒語 他叫做陀羅門 可是佛陀就說真正的婆羅門 不是種姓高貴 是他的行為高貴 就開始講這種 就是他給他轉換 犯的意思就是清淨 本來清淨 那佛陀就犯恨 其實就是清淨恨 不是 如果以婆羅門來講 犯恨是犯的 犯天犯恨 這個是犯 但是佛陀用這個犯來說明清淨 那麼你把煩惱斷禁清淨了 你就叫做犯恨 你不是學習犯天的行為 你叫做犯恨 不是啊 那如果以婆羅門來講 那犯有什麼 犯有什麼 就是說犯恨 就是犯是怎麼修行的 那麼犯是出禪 出禪天的大犯天王 犯王就是出禪天的大犯天王 那麼你要生到犯天去 當然你要離惡 要行善 那麼最重要是你要有定 你要有禪定 你要生到色戒天一定要有定 要有戒要有定 那麼你就可以生到 然後還要有慈心 最重要就是你要有定 出禪嘛一定要有定 根本定還要有慈心 所以事無量心 你還要有慈心 那麼這樣你就是犯恨 那這個意思是不一樣的 就是像犯學習 那麼犯的一個比較修行 他是這樣成就的 那麼在佛法裡面 他通常會用印度原來的這種概念 然後他沒有 因為你要另外創一個語詞 也不行嘛 所以用這個語詞來告訴他 你真正的 真正的這個意義在哪裡 怎麼樣才是真正的 那這個在其他情點裡面有 比如說 比如說這個佛羅門 或是這些印度的沙門 拜山火 根本火 胡天火 還有居家火 那麼這個火 都要讓他常染不息 佛陀就跟他講 火能夠帶給我們光明 那能夠帶給我們溫暖 那他說這個是居家火 胡天火 根本火 舉個例啦 我是跟大家舉例 那後來會跟他講 座跟佛羅門 佛羅尼 比如說山火 居家火 胡天火 跟本火 跟本火 那麼他家裡面 有三個火隨時要照顧 不能讓他熄滅 那個地方隨時要照顧 居家火 你常染就可以保你居家平安 胡天火就保你 胡抱正上 跟本火就可以讓你有智慧 讓你可以得聖犯天 反正這些 佛羅尼就跟他講 真正的火 居家火 就是照顧好你的家庭 父母 孝順父母 然後照顧你的妻兒 照顧好你的家庭 叫做居家火 然後這樣你的家才會溫暖 你的家之所以能夠幸福 不是你這裡有一個居家 然後常常染著不滅掉 而是你會照顧你的家庭 孝順父母照顧家庭 胡天火 並不是你這邊有一個胡天火 你讓它一直燒一直燒 就跟我們點光明燈一樣的 那麼就一直染著常染 我們點光明燈也是 我這個燈24小時一年點一次 那麼我點了之後 我這24小時 我這一年我就是光明 這個也是婆羅門的概念來的 福土就跟他講 真正的福天火 不是那個火你要讓它一直點著 我們是在佛前 他們不是他們就是一個火 就一直燒一直燒 你不能讓它滅掉 你就會有福報真上 他說你福報真上 不是因為你照顧這個火 是你會供養沙門婆羅門 這些有德的人 有修行的人 他是你的福田 這個叫做福田火 那麼根本火就是你要有智慧 那麼你要學習精神 你要有智慧 學習佛法 你才可以真正的理苦得的 你看他就轉換過來 那以前你看三生經 三生童子不是 他爸爸死後 然後他天天都在那邊 拜六方 禮六方 你看 共三佛禮六方 這個是佛陀轉變當時的印度社會的一個例子 其實蠻多的 只是後來我們現在變成 以前佛陀是把正確的觀念來轉變印度 那一些不正確的觀念跟行為 那現在後來的佛教徒 又把婆羅門不正確的觀念來轉變 改變佛教正確的觀念 包括火供 焉供這一些 三加色是佛供的 那麼他學習佛法之後 得解脫之後 三加色得解脫了 最早是無比求朗 後來去渡三加色 那麼他本來是拜佛教的 後來就把那些拜佛的區區都丟到寧念禪禪禪去 那現在很多人又從寧念禪禪禪 把它撈起來 要繼續強調這些 其實這個就是 包括咒語也是這樣 那以前是佛陀糾正 不應該做這些東西 這些東西沒有意義 沒有利益 我們常常講有意有利 無意無利 這佛說法一定有意有利 有意有利 他是有意義的 他叫你這麼做 一定是有原因的 而且有道理可說的 然後對你是有利益的 有意有利 佛陀說法一定是有意有利 後來我們對咒語的觀念 從玄奘大師開始 就變成五不翻了 秘密不翻 就是我們沒有辦法了解這個咒語在講些什麼 那你也不用去了解 你專心送就好 我告訴你這種觀念不合乎佛法 你不曉得為什麼要送這個啊 他只知道他送了之後有什麼功德 可是不曉得這個送這個是什麼意思 為什麼要這麼送 很多東西後來咒語就變成這樣子了 那越講越殊勝 越講功德越大 可是都不曉得大大 為什麼會有這些作用 像以前我們也有很多 類似像這樣的 小時候最常見的 現在很多也是這樣 就是說你上面的 小時候要換牙對不對 你上面的牙齒掉了 要丟在哪裡 床底下 下面的牙齒掉了 要丟在哪裡 丟在屋頂對不對 為什麼 他就是你抓在 因為你下面的要往上長嘛 下面的要往下長嘛 可是這樣有道理嗎 然後以前就不能守指月亮嘛 對不對 會割耳朵嘛 對不對 反正一大堆 以前也很多禁忌 當然 我們也都是不知道為什麼 但是說 這個父母說不可以就不可以 因為我們也不知道為什麼不可以 但是 以前很多這樣說可能有 所以就會害怕 就會害怕 就會遵守嘛 其實這種是沒有道理的 反正很多東西沒有道理 後來慢慢學起來 就知道 跟這個完全沒有意義 有意有利的 我們說善生同子李六方 他父親跟他講 你早上起來 要拜東方 南方 西方 北方 上方 在一屆沐浴 然後要禮拜六方 就是要出門之前 然後 就用那個清潔的水 然後念個什麼 禮拜六方的時候 還要稍微念個咒 他也不是念咒 他就是念那個祈禱文 類似像這樣 其實說 那麼東方所有的眾生 那麼我都尊敬 供養 類似像這樣的 那麼他也尊敬供養我 就是利益我 類似像這樣 南方所有的眾生 那基本上這樣的念的意思 其實是說 今天我要出門 那不是往東就是往南 就是往西就是往北 那往東會見到東方的眾生 往南會見到南方的眾生 那不管你是心存這個念 不管我往東見到誰 我都恭敬他 我都幫助他 我都利益他 那麼因為我善心的緣故 他也不會傷害我 那麼也不會為難我 也不會折磨我 其實是這樣的意思 那後來這個就變成一種咒語 就這樣念 那麼你不管往哪裡去諸事平安 就變成這樣 後來就變成這樣的意思 那麼就變成這是遺軌 這是遺軌 就好像我們本來念心經 是要關一聞其關的 後來就不是 你只要念心經 精靜的念 你就會有智慧 類似這樣 就是你天天這樣念 天天有這個儀式 那你出門前做這個儀式 念這些語 念這些咒語 那麼你就會得到 你就會幸福平安一輩子 錯誤 所以佛陀看到之後 就把這個善生童子找來 這個在善生經裡面的 善生經後來就越來越多 變成我們的優坡色戒經 從善生經來的 這個也是後來 後來就是反正就是 這個安安經裡面的善生經 但是後來就變成優坡色戒經 後來菩薩界六中二十八經 就從這邊來的 然後佛陀就跟他講 善生童子 他講善生嘛 小孩子而已 問他你為什麼要這麼做 這麼做的意義何在 我有時候去看人家拜佛也是這樣 他還不是很信佛 或是一些拜神的都是這樣 拿著香在外面 有沒有 四方都拜 全部拜 現在還很多是這樣子的 基本上 基本上 他都是有樣學樣 我常常講這種東西就是這樣 大家都不明道理 那麼很多的法輝很多的儀軌 其實為什麼這樣做也不知道 那只知道以前的人這樣做 我們就這樣做 不然也不知道要怎麼做 又不能不做 反正就是這樣 有一點欺負難下 你要改也不是 不改也不是 做也不是 不做也不是 做了又覺得沒道理 不做 不做又不行 反正後來就這樣 然後就後來變成什麼 就變成上面做的 因為他有時候要獅子 超渡 什麼一大堆有的沒有的 然後你看那個法輝 還要灑糖果 灑錢 然後晚了還要外面燒什麼 一大堆這種的 那麼這樣做的意義到底在哪裡 那麼合乎佛法嗎 其實以前都做到現在來都這樣 那就變成其實你也不知道真的有還是沒有 那你希望他有 那麼其實你也沒看到 那你看到了也不就是有 你招感他來他當然會來啊 那所以就變成有一點點 其實做的人其實也不太清楚啦 就是我念這個咒 比如說好簡單來講 我們還有念 人家往生嗎 都會念那個開煙火真言嗎 乾入水真言嗎 有沒有 你拿到詩詩嗎 一粒變七粒 七粒變十粒嗎 真的這麼好用 你不要施死那個米 你施死那個錢 一塊變七塊 七塊變七百塊 看行不行啊 對不對 那我告訴你沒有 沒有這麼厲害的 佛陀都做不到 那麼但是我們 變成傳承下來就變成這樣 那個惡鬼經過你念開煙火真言之後 他的煙火就打開 那你經過你念什麼真言之後 他就吞得下去 這麼好 沒有沒有 在佛陀時代你去看阿眼睛 沒辦法 不可能 那他是夜暴使然 那你想一想 你有那麼大的力量嗎 你說這個不是我的力量 這個咒是佛說的菩薩的力量啊 好 那麼如果是菩薩的咒 本身菩薩有這個力量 為什麼還要經過你才能夠產生作用 菩薩自己去讓他開煙火就好了啊 是不是 如果我是觀音菩薩啦 假設啦 我是觀音菩薩 那麼我有一個神咒 可以開煙火 可以開這些惡鬼的煙火 好 那麼我還要經過你才去開他的煙火嗎 不用嘛 我直接就去開他的煙火就好了啊對不對 我為什麼還要經過這個法會 然後你念出來 然後請他們來才開他們煙火 那你如果你不念他不就不能開 那這些你好好想 其實大部分的人有盲從的心理 心理學家研究百分之七十五的人 大家做我不就跟著做 有沒有道理先放一邊 因為大家都這樣做嗎 大家都這樣做肯定有道理 從以前做到現在肯定有效用 這個是我們很大的一個錯誤 然後就會覺得 所以後來就一直延傳 其實就認為 就認為這個叫做傳統 不是 傳統要傳佛正統 你要一直往前推推推到 佛有沒有這麼講 因為我們學習的是佛法嘛 不是主師法 我們是學習佛法 佛是我們第一個要學習的地下 我們不是向主師學習 那麼主師有可能受到當時的影響 或是他是方便的 他為了讓這些人相信方便說 那麼他可能就是 可能他方便這樣講 後來漸漸漸漸大家就 叫做以而傳而 就變成越來越離譜 越來越離譜 所以現在的咒語什麼咒都有 你把所有的咒語集一集起來 你會覺得 每一個咒語都很厲害 既然每一個咒語都那麼厲害 可以治一切病 可以斷一切煩惱 可以成佛 那麼多咒語幹什麼 一兩個就夠了 就變成這樣 你會發現到 那我們就是要來看 這個咒語最初是怎麼說 後來是怎麼說 現在是怎麼說 那現在我們要不要持咒 如果要持 要用什麼樣的心態去持 這個是很重要的一個問題 因為有些人如果聽了我這樣講之後 那我都在持咒 那我現在還要不要持 會有這種糾結你知道嗎 其實咒語也有它的功效 不是沒有 就是讓你專注嘛 但是最短的是你用什麼心去持 那你要了解到 這個原來的佛法是怎麼說 最重要的我們先說 其實有一些方便的佛 包括三魔 包括理六方 那麼有很多都是佛 為了轉化當時的那些人 那麼他會跟他講 你真正的事應該要這樣 就把他轉回到正確來 就好像我們昨天說的 那麼他在河邊祈禱 那麼透過祈禱希望能夠升天 佛陀就跟他講 升天不來自於祈禱 來自於你行食善 那包括你把石頭丟在河裡面 你在那邊祈禱 他浮起來浮起來 浮不起來 如果你丟的是木頭 你不用說浮起來浮起來 他自然浮起來 那你行食善業 你自然就升天 你不用依靠誰讓你升天 其實是不用的 那你如果要除罪 除了懺悔之外 認錯改過 那麼行善 那麼你就能夠讓這個 你的業不成熟 不成熟 不受報 或是成熟 因為你的心 懺悔的緣故 那麼他可以重罪輕壽 長罪短壽 可以這樣 那麼這個才是懺悔的原因 而不是你跳到那個橫河的聖水裡面洗一洗 你就可以除罪 所以不是你沐浴在橫河裡面 你可以除罪 不是你向天神祈禱 你就可以獲得福報 也不是除咒就可以瞞你所願 這個都是錯誤的 但是影響我們佛教徒太深了 那咒語開始進入佛法裡面 其實應該是佛法剛傳過來就有了 但是那個時候沒有什麼影響 沒什麼影響 那麼一直到唐朝咒語都沒有那麼大的影響 到元朝的時候 因為他是以藏傳佛教為主的 我們叫他喇嘛教 元朝的皇帝是姓喇嘛教的 他是蒙古人 蒙古跟西藏都是姓藏傳佛教的 那麼開始慢慢慢慢 裡面有很多咒語 那麼開始影響 那當時在元朝 當時在元朝 那麼民間還不是 咒語還不是很有影響 主要是宮廷 宮廷佛教 元朝那些皇帝都是姓藏傳佛教的 所以他們也姓這個 那麼後來經過元朝這一個時代之後 到了明朝 那麼咒語開始被編入 你看我們的禪門日誦 禪宗的早晚課 本來沒有念佛的 後來也念佛了 本來沒有咒語的 後來也有咒語的 那個十小咒人眼咒都是禪門日誦的 你看 那麼開始慢慢慢慢 那再經過明朝清朝 那麼這幾百年的流傳 幾百年的流傳 咒語變成佛法的血跟肉 慢慢要變成骨 骨跟水 骨水血肉 慢慢要變成骨跟水 所以後來變成有咒是最主要的 如果以咒為主就變成骨水了 如果咒在佛法裡面有很大的作用 就變成血肉了 就變成這樣了 現在我們要了解佛法 要把它轉過來 我們先來做這個 波羅是大神咒 是大明咒 是無上咒 是無等等咒 大明 大神 明咒 應該是這樣 神咒跟明咒 那這個大就是最大的 就是神咒有很多種 那明咒有很多種 那我們說婆羅門 婆羅門都是 它基本上是這樣 婆羅門 依照阿蘭經裡面說的 它就是 讀誦箴言指齒明咒 明咒其實它就是一個齒 那麼這個大 就好像般若是一個齒 那摩赫般若 就是大智慧 其實是一樣的 那明咒的概念跟 它也是認為它是智慧咒 但是這個明跟佛法的明不太一樣 等一下我們再來講 就讀誦箴言 讀誦箴言 這是我們翻譯過來的 那指齒明咒 這是在講 講當時的婆羅門 他主要的修行方法 或是說受辭咒奉 奉誦會頭 我們之前有講過四廢頭 那麼四廢頭都叫做明論 就是明 這代表智慧 但其實佛法說這樣不是明 真正的明 是能夠了解真理 而不是 真正的智慧 是能夠斷除煩惱的作用 那在廢頭裡面講的智慧 它都是明論嘛 等於我們來講 它主要是說 你能夠背誦這個文詞 然後能夠知道裡面的道理 做儀式的時候 你知道這個時候要拜 這個時候要起來 這個時候要施食 這個時候要怎麼樣 然後唱誦要怎麼唱 要唱海嘲音的 要唱什麼音的 這個儒香戰要怎麼 這是我們用佛教來比喻 其實我們這些都是從婆羅門來的 都是從婆羅門來的 原來佛法是沒有這些的 那麼它基本上四廢頭 我們來講 佛羅門只要是以廢頭經為主 哪有四廢頭 廢頭天啟 廢頭是神的啟示 神對人的啟示 不是人自己說出來想出來的 不是 所以它就具有真實性 神聖性 不可替代性 它就有這種作用 那麼四廢頭我們說 它主要是三廢頭 三廢頭又叫做三明 等一下我們來講 黎聚廢頭 黎聚廢頭 這個是最古的 那麼葉羅廢頭 沙謀廢頭 沙謀廢頭 梭謀廢頭 那麼葉羅廢頭 那麼這個叫做歌詠名論 就戰頌 戰頌這些日月水火 諸神 太陽神 月亮神 火神 水神 泛天神 完全就一大堆 那麼叫做歌詠名論 其實就戰歌 歌詠 一般的說法 就是一般的說法 就是歌詠名論 就是在說明 戰頌 這一些的 歌頌 就像我們講 天上天下無辱我 十方世界一無比 這個是在戰頌佛陀的 有彌陀戰 有藥師戰 什麼戰什麼戰 這個也是印度原來的習慣 所以我們有很多很多的戰 觀音戰 地戰戰 都是會戰頌 那麼戰頌它有一定的詞 那麼在禮聚廢頭 主要就是專門 因為他們 印度人是諸神 就是很多神 多神論的 是多神論的 那麼非常非常多的神 日神 月神 日月水火 阿籃經裡面講 唱日月水火 就是唱頌這個日神 月神的這個戰頌 那麼希望他能夠接我升天 阿籃經裡面 不知道哪一本經 那麼天天唱頌 這個是語句會頭裡面 對於日神的戰頌 那麼因為你戰頌他 因為你常常這樣祈禱 那麼他就 你死了 他就接你升天 就得解脫 升天 有時候是等同解脫 就變成這樣 那麼說謀廢頭 說謀廢頭是 這個是歌詠 那這個是 這個一般叫做戰頌 戰頌 這個有些什麼不一樣呢 他基本上他就是 類似他有旋律的 比如說我們像如香炸熱 那個要戰頌之前 他有那個音律的 有那個音律 那要怎麼唱怎麼轉 這一種的 那麼 以歌唱為主的 他是他叫做戰頌 或是這個叫做歌詠 呂聚會頭 說謀會頭 那麼 歌頌 戰頌 那麼這個叫做祭司 祭司 祭司其實就是 他規範種種的遺軌 那麼 你要 你這裡要拜 這裡要起來 這裡要做什麼 這裡要 他有很多遺軌 我們的法會基本上 多數都是 依著類似像婆羅門這樣的觀念 那這個叫做三明 這個叫做三明 你明白這些東西 你會這些東西 你把它背起來 那你會 你知道 你知道 就好像 就好像後來我們講 這個 這個 武壇功課 類似像這樣 就是你早課 一開始要怎麼樣 要唱什麼 要念什麼 就是你要念什麼 要怎麼念 那念完這個要念什麼 念完這個要念什麼 那中古要怎麼打 類似像這樣 一樣的道理 它就包含這三個在裡面 就是它的內容比如說 你要念心經 心經念完 先念十小奏 十小奏念完念心經 然後後面最後要念尾頭站 類似像這樣 那尾頭站要怎麼唱 那一開始的如香站要怎麼唱 那個唱法是不一樣的 那唱到這裡要跪 唱到這裡要拜 唱到這裡要起來 唱到這裡要繞佛 這個遺軌你都要知道 這個叫做明 所以這裡叫做三明 另外有一個阿大佛廢陀 阿大佛廢陀 這個是達羅偉圖人的文化 這個是後來才來 這個裡面就是咒語 這個裡面就是咒語 阿大佛廢陀 阿大佛廢陀 這個都是咒語 那這個是比較後面的 那麼婆羅門 這個叫做三明 所以阿蘭經裡面稱婆羅門 叫做三明婆羅門 那你看佛陀一樣用這個 他說 那你們 我們婆羅門有三明 那佛教有沒有三明 佛教的三明有 但不是這樣 佛教的三明是哪三明 以智慧而通達 漏敬明 天眼明跟宿命明 就是你看前面有三火 有李六方 共三火李六方 哪有三明 其實是不一樣的 但是它就是 你的三明就是這樣 但這個不是真正的三明 真正的三明是 你有無若位 你有智慧 因為你能夠知道 因果業報 過去的 未來的 宿命是知道過去的 就是說 這個人是所以這樣 這件事是所以這樣 那麼是因為 他過去造了什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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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什麼樣的業 有什麼樣的心 有什麼樣的行為 形成了現在這個人這樣 他為什麼升天 他為什麼 墮地獄 他為什麼一生這麼幸福 他為什麼一生都在受苦 如果兩個人都是孝順的 都是孝子 為什麼他那麼窮 他那麼富有 他人也那麼好 他人也那麼不好 他常常有人幫助他 他常常有人欺負他 那就要講到什麼 講到過去 過去這一些事你完全知道 透過你的智慧 你了解這一些 宿命名 因為他過去怎樣怎樣 所以他現在怎樣怎樣 就有點像醫生 你有糖藥病 你有高血壓 你有什麼 那是因為 你有什麼樣影響到你現在這樣 你過去怎麼樣 那影響到你現在這樣 那你現在這樣 如果你不改變持續 那麼你未來會怎麼樣 如果你改變了 那你未來會怎麼樣 那個叫做 知道過去 知道未來嘛 那麼最重要的是斷進一界煩惱 肉盡名 那麼佛法裡面的三名是這個 就把婆羅門的三名 真正的 他講真正的三名婆羅門 天夜明 樹明明 若敬明 這個才是三名 那你很明顯看到佛法會 佛陀會把印度原來的這些概念 被抽換掉 就是告訴他 你知道的不真實 不究竟 我告訴你真實究竟 就好像他們認為 這樣可以升天 那佛陀說 真正升天的方法不是這樣 應該要這樣 這樣可以除罪 那麼佛陀說 這樣不是能除罪 真正能除罪的是這樣 那麼後來你看我們講咒語 有點是阿大伯會頭 他重點也是 襲哉除罪 咒 在這個 在這個婆羅門的概念上 就是印度 印度的這一些 尤其是印度教 他概念上 包括現在的密宗 上傳佛教 也是強調咒的 那除了強調咒 還有手印 還有種子智 還有觀想 佛教界也是啊 這是後來受影響很深 這個叫做法界定印 然後還有什麼金剛印 什麼印 然後你打坐的時候 持什麼印 就可以幫助你入定 或是幫助你怎麼樣 我在一大堆 這個 我告訴你 實際上這個都不是佛法 佛法是有印 但不是手印 是什麼印 法印 佛法只有法印 沒有手印 沒有腳印 所以後來就變成 就慢慢慢慢印度教的這一些 那印度教原來就有了 但是我們說 本來是佛陀去影響這些婆羅門 後來婆羅門復興嘛 七世紀八世紀的時候 有一個叫喪傑羅 有一個叫做 有一個叫做 揪摩羅斯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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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揪摩羅斯羅的樣子 那麼他 復興婆羅門教 就變成印度教 那我們 我們說 他把佛陀佛教 他吸收了很多佛教的道理 那麼講的也跟佛教 有一些講的 他也很會辯論 那麼吸收了很多佛教的道理 所以有人說他是假面的佛教徒 那看起來好像是佛教徒 實際上他不是 他是婆羅門教的 那麼現在我們佛教徒也是這樣 看起來好像是佛教徒 實際上 看你的行為 看你的觀念 看你的修行 其實是婆羅門教的 印度教的 他就是把婆羅門教改成印度教 然後說 他們是信用師婆神的 說佛陀是師婆神的第九個化身 那原來是說 其他的化身都是來拯救世人的 但是佛陀這個化身 是來讓那些不信婆羅門的人下地獄的 所以你信佛 引導這些人都信佛 因為佛陀是反對婆羅門的 反對廢陀權威的 認為廢陀鏡裡面講的這些道理不對 真正的修行不是這樣子 所以他後來 因為他有力量 又很會辯論 然後他就改革 然後 那時候佛教就 佛教就越來越衰敗 然後因為你看起來像信佛 實際上你是信婆羅門的 慢慢慢慢就變成 這個就是佛教 這個叫做劣幣驅逐良幣 反冒品太多了 然後變成贈品賣不出去 大家都去買反冒品啊 那贈品就不能生產啊 沒有人護持啊 就變成這樣 我講的跟你一樣 但是我們這邊比較方便 特別殊勝 他就變成佛陀是 佛陀是這個匹斯努的第九個化身 而且是來這個世間帶領那些不信 不信廢頭的人下地獄的 那一開始是這麼講的 那所以他影響到了佛教蠻大的 那因為在七世紀八世紀 密教都是在那個時候興起的 那個時候把很多的咒語 包括手印啊 包括這些字門啊 那麼這一些全部都 帶進到佛教裡面 成為佛教的一部分 一部分是婆羅門教很犧牲 一部分是佛教徒 也要想要吸收這些婆羅門教徒 所以也用他們的方法 那像我們 法會裡面有很多其實也是 其實也是道教的概念 就是也有吸收道教的東西 那你要知道道教的經典 很多都是仿佛教做的 包括我們法會很多 比如說你灑錢啊 灑糖果啊 然後燒那個芷麻啊 芷錢啊 然後讀那個書文啊 實為中華民國什麼什麼幾年 然後有信士什麼什麼什麼 這個其實佛教沒有這種東西 這個是道教的 道教才有讀書文 那麼寫這個書文 然後燒一燒給天上的人知道 這是道教的習慣 包括造神上天禀報 反正這是種種的東西 然後只是要你讓上天知道 你要經過燒轉換啊 然後包括燒房子啊 能使得燒房子 燒庫錢啊 反正這些東西其實都跟道教有關係的 那後來就是合在一起 合在一起就變成佛教的一個儀式 那所以我們會發現到佛教的法會裡面 有婆羅門教的 有佛教的 有道教的 然後就變成參在一起 可是因為大家都沒有學習佛法嘛 很少 現在變成都是以法會為主的 聽聽的非常少 所以就變成 你一接近佛教就看到這一些 而且不是這一家這樣 每一家都這樣 所以你就認定 你就認定 這個就是佛教 佛教就是修這個 佛教就是學這一些 所以像我出家的時候 我記得我去出家的時候 那麼我們的開堂師傅跟我說 你最重要的就是五堂功課要會 飯拜要會 因為這個是你的飯碗 你這個不會 那你等於 因為每一家都要做法會 每一家做法會都要唱頌 你不會唱頌 就等於廚師沒有那把刀 那你就活不下去 那個時候我就覺得這樣講不對 所以變成飯拜是第一個要學習的 那麼 這一些流程要怎麼做怎麼做 那比如說三杯水餐要念些什麼 然後要怎麼唱 唱腔要怎麼唱 然後這個寶宗鼓要怎麼打 反正這些你都要學 變成他就是佛法的血脈 就是說你學佛就是學這一些 出家就是做這一些 寺廟就是經營這一些 那信徒也這樣想 法師也這樣想 那麼一代傳一代 麻袋也換布袋 反正就是這樣嘛 後來就越加越多 越加越多 我記得我剛學佛的時候 那個時候念那種 好像不知道念八十八寶八什麼 那個調還沒那麼多 後來什麼歌仔戲調 黃眉調 笑澳江湖的調 就很多了我告訴你 就越來越多了 真的 那個寶宗鼓那個版還沒那麼複雜 後來就花板什麼版都有了 然後祭拜的東西 那麼以前不管小孩子大人 拜的都差不多就是一樣 現在不是小孩子另外有奶瓶 有糖果有餅乾 那麼越來你看 越來越離譜 以前還沒有 那以前我學佛的時候 還沒有蓋往生背這件事 現在 不是人死要蓋往生背 連毛狗死都要蓋往生背 所以慢慢慢慢你會發現到 這種東西就是 越來越走下坡 越來越離譜 感覺是越來越殊勝 但是這個是佛法嗎 不是 不是 真的 只是說因為聽見的人不多 老實講 誰要聽見很少 大部分要是做法會 而且可能消災 而且這個法師是很有名的 我告訴你都會很多人 都會很多人 有時候我常常也很感嘆 講經 聽經的沒那麼多人 但是如果我跟你講 我聽完經之後 你來聽經 聽完經之後 我會算命 我會看因果 我告訴你 我會治病 我會治病 會治病 會算命 我來看一看 我會知道你善事因果 我告訴你 至少都從前面 那個車停到沒地方停 真的 你不要去了解因果的道理 但什麼是因什麼是果 但是我說我會看因果 你過去生是一條牛 你過去生跟這個人曾經成為夫妻 真的假的先放一邊 你知道嗎 只要我講了你就會 你就會半信半疑 那回去講到 我講十件有兩件 就講到你 真的這件事 你差不多就相信了 你知道嗎 那這種東西 我就看嘛 因為我去各個地方講課 我發現到很多 我也常常舉一個例子 我以前有去一個地方 然後 因為我常常去講經 那講經也蠻多人的 但是再怎麼多人 也不會很多人到哪裡 但是有一個法師就是 他也去講經 但是他講經完之後有治病 他治病是怎麼治呢 還是從台灣去的 他治病就是 因為他的理論就是 每一個人都有業障 沒有錯啦 這個從佛法來講 也是可以講得通 每一個人都有業嘛 沒有業不會做人嘛 凡夫都有嘛 就是你過去的生業 口業 異業 善業 惡業 都叫做業啊 都叫做業 不是只有惡業才是業喔 所有的業 那善業也會成為障礙啊 生到長壽天 他是善業啊 但是他是山土八難啊 他是不是業障 他也是業障啊 不過我們在講業障 通常是講惡業 但是所有的業 不管三月二月 你都有可能障礙 那每一個人都有業障 應該講每一個眾生都有業障 所以才六道輪圍嘛 六道輪圍是一種業嘛 這樣講也講得通 但是一般人對業障的概念 是不是這樣 他說每一個人都有業障 那每一個人都有業障 所以基本上他治病 他怎麼治病呢 你知道嗎 他就推你這邊 然後搶你的脖子 那你搶你會不舒服 我會想吐嘛 那麼你如果吐了 就是把業障吐出來 可是你學習過佛法 你會知道業障怎麼可以用吐的 業障又不是饅頭吃進去 你可以吐出來 但是誰被他推 十個有七八個都會吐嘛對不對 不舒服啊 他就說這樣就對了 你業障吐出來 可是這個道理講不通啊 不合邏輯啊 你知道有多少人排隊給他 給他要吐業障你知道嗎 我就說 這個 我獎金如果有五十個人來聽 排隊給他消業障的大概有五百個人 我說 即使是聽佛法的也這樣喔 不要講什麼 就等一下我們下課 我去那個大殿前面桌子坐著 來我幫你們算命 我告訴你每一個都來排 來我幫你治病 我幫你加持 以前我姐姐常常帶她的小孩來 叫我幫她加持 認為我很聰明嗎 師父 你幫我加持一下 我說我如果幫你小孩加持 她會變聰明 我天天把手放在我的頭上就好啦 對不對 我還讀那麼多金幹什麼 我不是一隻手 我還有兩隻手天天放著 我就坐在那邊天天放著天天放著 我就成佛啦 開玩笑 對不對 你想就知道嘛 但是大家其實都是這樣錯誤的觀念 你看我們日常生活裡面 我們的所謂修持法 很多也是這樣 很多也是這樣 以前我去潮山 我不知道有沒有跟大家講過 我去潮山 潮山很虔誠拜 拜到上面 師父都拿一個箱板在那邊等你 有沒有 然後打你 打你做什麼 消業戰嘛 有一次那個師父輕輕打我一下 我就不高興了 你為什麼不打大力一點呢 打大力一點 業障消的比較多 是不是 第一次被人家打 打小力了還會生氣的 那是什麼 錯誤觀念 觀念錯誤 那這種觀念 其實佛教徒身上都有 很不好 我們現在要把它改過來 就是我看到了 排最多的就是排算命的 雖然上面講佛寡講得很清楚 到了下面就不一樣了 聽是這樣聽 那講 那下來就 反正又不用錢 反正試試看嘛 說不定有效 說不定有效 是不是 好會上也是這樣啊 這個到底有沒有超度我也不知道 但是說不定可以 那就每次每次都要超度 如果有效那一次兩次就可以了嗎 如果你買機票 那個機票每次都不能做 你為什麼每年都要買機票 讓他過來 或是讓他出國 對不對 你不會換另外一張 我換另外一張 對不對 那麼你不會想這個道理嗎 所以我們有時候 不明白道理 不去思考 集體不思維 就是說 你沒有去思考 這樣有道理嗎 所以我常常看見的就是 就是 明白因果的少 那想要看因果的多 三四因果的 那 治病的啦 算命的啦 看因果的啦 那麼這個最多啦 其實佛法有跟你講 其實 凡是有因有果 那你必須了解那個因才可以 那後來咒語就變成這樣了 咒語它的一個作用 四個作用 習真懷珠 咒語基本上它有這四個作用 就是它有這四種咒 習 就是離苦 除苦 習哉 我們叫消災免難 就是這樣 花錢消災就是這裡來的 習哉 習哉苦 習哉 除苦 其實是這樣的 除苦 包括除病除難 這一些的 這個咒 包括我們說 現在佛教裡面 有很多人在宣傳這個 那 牙齒痛 也有咒 痣瘡 也有咒 然後 什麼樣都有咒 那麼 防蛇咒 那麼 除鬼咒 反正就念什麼都有咒 那你如果把這些咒語 有一個法師也把這些咒語都集中起來 給大家念 你如果把這些咒語全部集中起來 什麼病都有什麼咒可以治 你不用去看醫生 你開一家 你開一家醫院 那麼各式各樣的咒 來看病 牙齒痛 給你一張牙齒痛的 治牙齒痛的咒 那你感冒 給你一張感冒咒 那你這個 你這個心神不安 給你一個心神不安的咒 那你回去念 不用醫院了 你要知道即使佛陀生病 佛陀生病 佛陀生病 也還是吃藥的 也還是 那些阿羅漢生病 也還是吃藥的 齊佛就是專門治這些比丘的病 如果可以念咒 那佛陀早就把他們治好了 佛陀自己本身也不會生病 佛陀也不會生病 其實大家都不了解這個道理 習真 真就是什麼 真就是增長 增長什麼 福報 福樂的 增長福樂 增福 增慧 增壽 增福 增慧 增壽 健康 平安 這些 反正就是你好的東西 那這個其實就是我們講的離苦得樂 主要是這兩個 那麼 息災 息除 災難 災苦 病難 息除 災苦 病難 增長福樂 瘦 康 一般講福樂 安康 福瘦 安康 一般是福瘦 安康 一般是福瘦 安康 就是你增加善緣 就是說讓別人喜歡你 懷就是讓別人 心裡面懷念你 感恩你 喜歡你 所以你念了這個之後 別人會怎麼樣 敬愛你 別人會感恩你 別人會喜歡你 那這個 別人會喜歡你 他就可以協助你啊 幫助你啊 什麼這些 這個是懷 就是 敬愛 死人敬愛的 念了這個之後會死人敬愛 諸 諸就是去除 去除惡緣 這個是增加善緣 增加善緣 這個是去除惡緣 把那一些惡人 惡因惡緣 不喜歡你的人 統統怎麼樣 調伏 降伏 沒有人不喜歡你 喜歡你的人 你不喜歡你的人 常常傷害你的人 常常批評你的人 你對他念這個咒之後 他不會再批評你 不會再傷害你 不會再不喜歡你 那麼你念這個咒之後 對這個人念這個咒之後 這個人會喜歡你 這個人會感念你 這個人會尊敬你 就變成這樣 那麼這個其實是 那咒語就是 主要是這四個嘛 我們叫做習真懷諸嘛 好 那佛陀 其實咒語在佛陀那個時代 是禁止的 那你說雜喊也有咒啊 沒有 那個是部派加進去的 咒語都是部派加進去的 就好像說 那心經都有咒啦 後面加進去的 我們看那個對照就知道了 沒有 藥師經有咒 後面加進去的 法伐經裡面的咒 後面加進去的 因為你沒有對照你不知道 那這種東西就是 初期大聖基本上很明顯 初期大聖第一個 他沒有講咒語 第二個 都是天上的天人 來人間聽佛說法 但是到了初期大聖的比較後期 像華元經 波羅經還是這樣 波羅經就是佛在這裡說法 十方淨土的人 或是天人來這邊聽 到了這個華元經 華元經也有前後期的 那麼已經是多數佛在天上說法了 就不太一樣了 那後來就變成佛在天上成佛了 就在人間不能成佛了 然後慢慢慢慢慢慢 就變成本來是依 無我成佛的 後來就慢慢依犯我成佛的 就後面講的正常微信論 見到真我成佛的 那到了密教 有一本經叫做 守護國戒主陀羅尼經 你看喔佛法就是這樣改變的 那你不知道的人以為這個就是佛法 不是 好不用這樣已經好了 守護國戒主陀羅尼經 應該是這本經 我看一下是不是 守護國戒主陀羅尼經 對 就是密教裡面有這個經 守護國戒主陀羅尼經 陀羅尼跟奏 也可以說一樣也可以說不一樣 那其實它是有分別的 大聖基本上講陀羅尼 等一下我們再來講陀羅尼 哇時間很快 守護國戒主陀羅尼經 他是這樣的 他說釋迦佛 釋迦佛在菩提樹下 那麼一直修行都不能成佛 那這個時候十方諸佛 就跟他講 那麼你要觀這個握之 你要觀月輪 觀月輪 這個就變成 就密教的它就是這樣 那麼觀月輪 在月輪當中 觀這個握字 握阿厚 印度人眾聲音 中國人眾文字 他認為聲音有一個叫做宇宙原因 原本最根本的這個聲音 這個聲音有極大的力量 所以你念對了 你念對了 你就可以得到這種力量 那特別是 後來就變成 就變成這樣 那現在的佛羅門還是這樣 他也會寫那個 佛羅門還是這樣 他也會寫那個佛羅門 他們好像是這樣的樣子 他們的握字好像是這樣 然後 好像是這樣 我不太會 類似像這樣 就是你要觀這個字 然後觀在你的這個 這個 這個眉心這樣 然後觀月輪 然後月輪中國這個字 像現在有些也是這樣 做整個卡片給你去觀 那麼 你要觀月輪這個握字 關了之後 他就成佛了 你看 那佛是這樣成佛的嗎 當然不是啊 但是如果你讀到這本經 你就會覺得 佛是這樣成佛的 所以後來 那麼每一個人都說 因為他自己想的嘛 所以也有人說 連釋迦摩尼佛都是念阿彌陀佛成佛的 你看 這個就是什麼 這個就是禁途中 他認為阿彌陀佛是根本教法 那密宗就認為 你觀這個字嘛 那 解手印的人就是 釋迦佛之所以成佛 是因為解手印嘛 甚至有密教的經典講到 因為他講到無上瑜伽嘛 雙修法嘛 釋迦佛怎麼樣都不能成佛 後來修了這個無上瑜伽 雙修法之後才成佛的 反正就是類似像這樣 這種類似經典非常的多 那麼這個就是慢慢慢慢慢慢 就是 佛法漸漸漸漸被改變了 漸漸漸被改變了 那麼因為大部分的人也沒有讀那麼多 那麼 即使是講經的法師 老實講 也沒有知道那麼多 所以就變成傳啊傳啊傳到最後 積非成世 佛法之所以在印度滅掉 就是真正的佛法不見了 這個佛頭有講 他叫做正法跟像法 真正的佛法叫正法 像法就是 看起來像但實際上不是 叫做相似佛法 這個阿安經裡面有說 正法要滅 不是一下子滅的 不是一下子滅的 他是漸漸滅的 就是 說是正法 就是法說非法 非法說法 真正的佛法 你卻說他不究竟 那麼你說他不是 那不是佛法 你卻說他最究竟 最殊勝 那他是佛法 那就這樣一次加一個 一次加一個 漸漸漸漸 就完全取代正法 這個時候正法滅掉 就叫做末法 其實是這樣 所以我們佛教徒 我常常講佛教徒要有 弘揚正法 跟弘揚正法捨我其誰 護持佛教 當仁不讓的這個菩提心 那麼你要弘揚正法 你一定要先了解 什麼是正法 什麼才是佛所教導 真正的佛教徒 應該做些什麼 那麼這樣佛法才能興盛 不忍聖教衰 聖教衰 真正的佛法沒有被弘揚出來 眾生就看不到 得不到佛法的真實利益 得不到佛法的真實利益 眾生就是前面說的 恐怖顛倒妄想 你一直在輪迴 所以不忍聖教衰 不忍眾生苦 眾生之所以長夜輪迴 不知苦之本跡 我們前面講的 一直受苦 就是因為不知道正法 不知道真理 所以應該要好好理解 佛法是什麼 然後 再把這些佛法 在家出家都要 再把佛法不斷地傳播出去 這樣正法才能久住 法輪才能傳轉 佛陀的法身 會命才能延續 我們未來 我們未來也才有希望 這個是很重要的 大家應該要有這樣的 菩提心 不管在家出家 真的 你不要說我是在家 不是在家也一樣 世眾弟子都有責任 都是佛陀的弟子 都有責任要維護 弘揚佛陀的教法 我希望每一個人都要有這種擔當 捨我其誰 當仁不讓的這樣的擔當 要有莊嚴佛教的這樣的心 什麼叫莊嚴佛教 你站在那裡 人家就稱探你 讚嘆佛教 佛教徒是這樣子的 你的觀念跟人家不一樣 你的行為跟人家不一樣 而且你傳的是真正的佛法 你在那個團體 你就影響那些人 改正那些人錯誤的觀念 把邪見轉為正見 讓正見得以堅固 這個就是佛陀說的 讓不信的人可以信 讓信的人怎麼樣 更加堅固 更加的信 那如果不是相信的人開始懷疑 不信的人就開始毀謗 你看佛教徒 你看佛教是這樣 就這樣 不是 你站出來 你的行為 你的觀念 人家就說 哎呀佛教是這樣的 那他不會阻擋他的家的人去學習佛法 因為你學習佛法變得更有智慧 變得更有慈悲 你講的是有道理 你做的是實際上有利益 叫做有益有利嘛 那沒有就變成 上面的裝神弄鬼 下面的疑神疑鬼 你佛法哪裡 不會迷信啊 你看很多是這樣 對不對 那所以我們要 你看那個 你看那個 要把業障吐出來的 那不是就這樣嗎 很多人其實是不太了解佛法 但是透過我們對佛法的解說 以及我們 我們的一些影響 那麼佛法因為你 因為你在這個地方 你就可以影響你周遭的人 這個就是莊嚴國土的概念 你在你家 你的家就是你的國土 你在公司 公司就是你的國土 你可以影響公司的人 那麼你所有公司的人 因為知道你學佛 都讚嘆佛教 尊重佛教 那麼很多人都是這樣 這個世間 這個社會 就讚嘆佛教 尊重佛教 讚嘆佛教 尊敬佛教 尊重佛教之後就會相信佛教 相信佛教之後就會學習佛教 不都是因為你來的嗎 那麼因為你 讓人家覺得佛教徒很愚痴 佛教徒很不可理喻 佛教徒都不講道理 你不管多精進 你學的不是佛法 你在敗壞佛教 雖然你也很熱心 但是你講的沒道理 以盲隱盲 那麼這個其實是對佛教最大的傷害 所以佛頭也有講嘛 真正傷害佛教的都不是外道 都不是不信佛的人 都是什麼 信佛的人 但是他不理解佛法 所以法說非法 非法說法 律說非律 因為這樣佛教才衰敗的 不是因為外道 不是因為義教徒 不是因為那一些人毀謗 都是因為佛教 就叫獅子生存蟲 那麼這個觀念我們應該要知道 所以 所以 你不要說 那我年紀大了不行 不是 這個跟年紀沒關係 這個跟有頭髮沒頭髮沒關係 這個跟男女沒關係 你就算八十歲 但是因為你學佛 大家尊敬你 那麼大家尊敬你 是因為知道你有學佛 你表現出來的有智慧 有慈悲 講出來的話有道理 就算你不會講道理 你做出來的 人家看在眼裡 那麼這個 這個其實就是 你對佛教最好的弘法 那麼這個是很重要的 好 我們來講 所以你看 後來的佛法就慢慢改變了 非法說法 然後結這個手印 弄那個什麼的 有的沒有的 一大堆了 好 那我們稍微來講 現在要講一下 這個大神咒大名咒 神就是神力 其實他違得力 那名咒 基本上他就是指 他就是有這些作用 叫做名咒 那麼大制度論也有解釋 大制度論也有解釋 他說 為什麼叫做神咒跟名咒呢 他說 我們先來把這個解釋完 然後等一下再來講 他說 他說 何以顧民波羅為大民眾 他本來只是類比而已 類比婆羅門的民眾 拿到來講 其實你婆羅門的民眾 沒有這樣的效用 那麼真正的智慧無所得 斷除我見這樣的波羅智慧 才有這樣的作用 才是真正的民眾 就是那個概念 就好像說 你一般人的涅槃 不是真涅槃 那麼佛教斷除煩惱的涅槃 無語涅槃 那個才叫做涅槃 意思是這樣 後來 有的人就把這個 不明白 《波羅經》 講這個民眾的用意 後來就真的在後面 再跟他加個咒 你看後面就接滴接滴 波羅接滴 就真的再加個咒 那這個就是誤會 那後來我們的誤會就更大了 就覺得整個波羅經的核心 在那個接滴接滴 那所以有的人就說 有的人就會覺得 我也聽過很多人這麼講 甚至是佛教的學者 他也這麼說 他說這個波羅經整個的重點 那麼在於在後面那個咒 所以你送了這個咒 就等同你種詞的這個波羅 那這個咒 這個是翻過來的 他也研究嗎 這個是翻過來的嗎 現在這個是北方音嗎 我們的國語是北方音嗎 念階堤階堤不對 要念唐音 唐音 唐音 那是唐朝的時候翻的嗎 那個才是原音嘛 要念嘎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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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念了之後就覺得不對 唐音也是從印度翻過來的嗎 所以要講梵音 那梵音也不對 梵音 梵音是佛陀滅後現在印度人印度化的音 還要古梵音 佛陀時代那個時候的音 所以不管你找到什麼樣的音 這個都是錯誤的 重點不在它是什麼音聲 不是的 你根本就錯 根本就錯 所以有的人修密法 範密 古範密 我告訴你 你不管你是學到的是在多元史 追到最前面就是印度教 在追到最前面婆羅門教 你不是佛教 那你不懂這個道理 所以阿彌陀佛 到底是要念阿彌陀佛 念阿彌陀佛 還是念阿彌陀佛 反正這個不是重點 六字大明咒到底要念 歐馬尼巴美好 還是阿彌陀佛 這個不是重點 甚至後來就傳到 你看西藏就做個經人在那邊轉 在那邊轉 叫做轉法輪 轉太辛苦了 後來就有人做電動的有沒有 插電的 插在那邊他就一直轉 一直轉 越來越離譜 那你的感覺是越來越方便 越來越殊勝 所以阿彌陀佛也有講 一切恐怖都是從魚吃生 不從智慧生 一切顛倒都是從魚吃生 不從智慧生 等一下我們再來講 那麼他說 何以顧名波爾為大明咒 他說 龍樹菩薩 這是有人 就是龍樹菩薩自問自答 他說答 回答 外道送眾 能隨意所願 能隨意所願 使諸鬼神 世人歸依幸福 世間的人歸依幸福 相信服從 貴重贅術 貴重咒術 貴重咒術 世間的人 通常 都相信這個 那麼 波爾是大明咒 能常與眾生道得樂 所以 因為世間的人相信咒術 所以他就用世間人的概念來跟你講 波爾才是真正有這個力量的 那麼波爾 是 大明咒 能常與眾生道得樂 就是你有了智慧 就是這個咒術樂的因緣 就是這個咒術能夠讓你得到 其實就是我們講的 前面講的四種 習真懷足 其實不離開 離苦得樂 不離開這種 咒術 樂 依咒術而得樂的因緣 能起煩惱 能度三二道 他說一般人 一念咒術其實有過患 能起煩惱 為什麼咒術會起煩惱 其實是有的 其實一些見嘛 然後還有就是說 比如說你念大悲咒 我們前面講過 你念大悲咒是怎麼樣 要把那一些惡鬼打掉的嘛 那麼這個就是成形 這個也是煩惱 能起煩惱 那麼 能度三二道 做術也會讓你度三二道 阿安經說 那你持一做兩句做 那麼 修這個幻術 也有可能會度第一 是有可能的 能度三二道 作術 誰貪欲稱惠 自在作義 這個是說什麼呢 作術誰 貪欲 稱惠 稱惠是因為你要去除這些惡人 諸馬 諸殺 就好像到家的符咒 抓鬼然後把它化為 化為血血 永世不得輪迴 永世不得超生 類似像這樣 那麼裡面有一些咒 那麼可能就是念了之後 讓你怎麼樣生病 讓你怎樣怎樣 除惡人的嘛 除惡因緣的嘛 那麼這個就是稱惠心 那麼 我念了這個咒術 可以把別人的錢搬來給我 到家也有所謂無鬼搬運法 我以前還沒學佛的時候 那麼什麼都學 學道家的大週天小週天 那麼又學這個道家跟道教不太一樣 道家是 是練精氣神的 道教不是 這是鬼神這些符咒的 我又買了一本符咒大拳 回來念 學 然後道家也有咒語嘛 寧兵鬥者這些政略在講 還要畫這個嘛 我以前也是學仙道學神道啊 反正就是 學這些胡說八道啦 然後 因為不知道嘛 然後就好奇 然後就想要學這個 然後想要改變自己嘛 讓自己不要那麼辛苦嘛 讓傷害我們的人 那麼也藏到苦果嘛 反正就類似像這樣 那也很認真學 那後來慢慢還好 沒有學校我就發現這個 這個不適合 那 這一些比如說像無鬼板女法 他會教你畫符 所以我這邊有一張符 有一張符在哪裡 剛才看另外一張 就類似像這個 等一下再來講 這個是符跟咒合在一起的 中國人種符 就寫這個 這個是道樹 茅山啊什麼一大堆的 這個是 那印度人種咒是聲音 印度人沒有不喜歡用文字 他是用聲音 怎麼樣的聲音 比如說 以前我也常念 百字明咒 聽說很久威德 就一遍一遍念 反正類似像這樣 這個是蓮花生咒 以前我也念蠻多的 往生咒 聽說念三十遍就決定往生 反正一大堆來 有的沒有的 其實我一開始也是 什麼都是 什麼都學 反正人家講就信嘛 為什麼也不知道 後來慢慢慢慢知道 其實不是這樣子的 那這個是符跟咒合在一起 你看這個就寫翁阿風 然後 你看裡面也有佛法生印 我去 我去泰國 泰國的人也要燒那些 給那個往生者 那還要蓋一個地藏菩薩用印 蓋下去 那些其他的鬼不敢來搶 然後就可以好像宅集片送到家一樣 他來領的時候 類似他們類似像這樣 好像就各地發展出不一樣 然後也有個印 然後類似像這種的 其實就後來 我就說越來越複雜 越來越離譜 感覺到越來越複雜 那各地的民俗風情不太一樣 那麼這一些佛法後來都 就是大家就習以為常 然後就都相信了 時間過得很快 趕快要把要講的 要趕快講一講 萬一講不完的時候 沒關係啦 那麼誰貪欲 誰貪欲稱為 他說誰貪欲稱為自在作義 就是你的心其實是不離開貪欲吃的啦 你相信咒本身就是魚吃 那麼你在這個魚吃中起貪起稱 貪就是什麼 前面的喜 就是要爭跟懷 那麼稱就是喜跟除 豬 喜跟豬 類似像這樣 自在作義 自在作義 你的心啊 你想貪 你就 你就念這個 真壽 真壽的 念了這個之後 你就長壽 念了這個之後 你就征服 念了這個之後 人家就對你 喜歡你 那就像這樣 就好像有些人要走桃花運 要有人緣 就去拜什麼拜什麼拜狐狸經 拜什麼的有沒有 就類似像這樣的 那這樣其實 也很愚痴啊 那有一些 你看泰國 泰國其實是佛教國家 但泰國養小鬼的非常多 你看 那也是 那有沒有作用 也是有作用 但是 有更大的副作用 不是沒作用 這裡就在講這個道理啊 念咒有沒有作用 有 確實是有 而且還有 但是最重要的不是作用 最重要的是副作用 我以前出家沒有幾年 有一個法師 現在很有名 所以我們就不講他的名字 那麼 他 他都是也是姓這種的 然後 一般我們小時候 有人玩過蝶仙的嗎 我是沒有玩過 不過看人家玩過蝶仙有沒有 然後用一個盤子 然後 紫啊紫啊 那麼 有什麼 有什麼福報 有什麼災難 我的白馬王子在哪裡 我的白雪公主在哪裡 我的財庫在哪一方 我要做什麼工作 問這些 有的沒有的 那 他是個出家人 那他問的當然不是這些 他問的 也是用蝶仙的觀念 但是他不叫做 他叫做 他叫做天菩薩 反正給他換一個名稱 就很好聽 就天菩薩 就是 每一個人都有護 神的菩薩 然後他守護你 反正講得很好聽 然後他就好 那大家一起 然後 指頭、指頭也是這樣 然後他那張紙不一樣 跟世間的人不一樣 他那張紙就寫三界六道 然後十善頁 就是說 問的東西也不一樣 說我這一生 那我過去生造什麼惡業比較多 嗯 噢 趁趁勋 那 我的善之士在哪一方 嗯 在南方 類似像這樣 那我這一生應該修什麼法門 還不是換湯不換藥 一樣是 一樣是疊仙的觀念 疊仙比仙 反正這一大堆啦 說是仙其實都不是啦 都是鬼啦 都是鬼 那麼 你招請他就來 你不用典箱 真的 你招請 你心中念他就來 有些是這樣啊 你其實 你念 他是心念相應來的嘛 所以這種東西招請也會有 那你常常招請 你常常去聚集嘛 你固定的時間招請 他是固定的時間來嘛 我這種意思是這樣子嘛 那所以就有一點 這種是心感 天也是這樣 那天是善法 他自然感應的 不是你請來的 那鬼神 你心跟他相應他就來 那他就 他就 這個 這個 用這樣問 但是 後來 問習慣了 就每次問 但是 他就叫我們一起用嘛 所以我就覺得 這個不如法 這個不如法 這個會有互作用 所以 你不要去弄這個東西 千萬不要 千萬不要 那 但是他後來就變成 凡事問 凡事問 那 本來是大事不能決定的時候再問 後來什麼事總是問一問他比較好 所以你就變成 你被他控制 真的 然後他也會給你帶來利益 讓你很多信眾 真的是這樣 然後讓你福報很大 那因為這樣你就更相信他 因為更相信他 你就更依賴他 然後依賴他 他就越控制你 死了之後 他 跟他 相信他的人 都生到 都跟他相應 變成他的小鬼 真的就是這樣子 因為有緣嘛 那你是修他的法 信他的法嘛 你是聽他的話的嘛 所以你未來 你心越遠跟他相應 你不去他那裡 你要去哪裡 所以 大部分的大鬼很聰明 都會先抓一個 這個人有影響力 後面的人 一刀就一刀 你聽嗎 抓那個人 後面的人是跟著這個人的 這個人是跟他的 死了不做他的小弟 要做什麼 所以大家要謹慎 不要感應就好 不要現前有利益就好 有副作用啊 作用就是功德嘛 我自從念了這個咒之後 我生意變好了 我自從焉共活共之後 我生意變好了 我人變清爽了 我善緣變多了 我告訴你 不是你修行來的 忽然這個叫做橫財 你知道嗎 不是你自己得來的 是外力加上去的 我告訴你 你都要很小心 不是好事來的 就好像 你不是自己身體健康來的 是因為吃了某一種藥 特別有精神 特別有力氣 打了一個什麼爭子 特別 特別有力氣 特別有精神 你要小心 是不是 是啊 不是你自己本身就是這樣的 而是你打了那個針 吃了那個東西之後 變得異常有力氣 異常有精神 可以二十四小時不睡覺 可以三天不吃飯 我告訴你 你要小心 你以為 但是不是所有的咒都這樣 我們就還要看 你用什麼心來練這個咒 但是原來 榮術是在講這件事 我們還是講一下 講講 好 來看 所以他這裡講 由 誰貪欲稱為自在作欲 那麼是波爾 咒能滅 他說這個波爾咒 是波爾咒 其實就是波羅波羅蜜 那個咒只是那個概念 表示他有那個威德力的概念 他說能滅 寫在這裡好了 是波爾咒 能滅 滅什麼呢 滅除什麼呢 因為咒語有除 除什麼的作用 除什麼呢 习除什麼呢 执著 他無所得就执著 禪定 能滅 禪定 你對定的执著 你對定的执著 如果你执著定 比如說你修得定 他有清安喜樂 你执著了 你死後就升到色戒天 你也不能解脫 死後升到色戒天 你执著無色戒定 你死後就升到無色戒天 真的就是這樣 你执著福報 那麼死後升到玉戒天 那這種東西就是执著禪定 所以有些人 比如說你修禪 然後是修什麼 你有境界 不管你是見光 見佛 見蓮花 來自見到已往生的人 來自見到天人 我告訴你 你就要念金剛軍那句話 凡所有相 皆是虛妄 若見諸相非相 極限如來 無所得 無所得的智慧就是 一切法都不执著 一切相都不执著 離一切相 因為這一切都無自信 不是真的 它只是因緣合合出現的 包括你見到的光 見到的佛 見到的蓮花 包括你送經的時候 窗戶有法輪 包括你送經的時候 你沒有翻它自動翻 真的 很多境界都有 修行我告訴你 你只要專注用功一段期間 都會有境界 不是都會有 多數會有 但是你要記得 沒有境界是好境界 那麼有境界 不執著境界 那個就是智慧 無所得在講這個道理 你以為 但是多數的人 貪習慣了 執著習慣了 一有境界 不好的境界開始害怕 我夢到這個不好的 是不是我會有什麼不好 我看到這個好的 是不是我越來越厲害了 我告訴你 這樣的想法 都是心有寡愛 心有寡愛 就會怎麼樣 有恐怖 它就是顛倒妄想 心經講的 我們讀心經就是要治我們這些病 你要知道 真的 境界太多了 那麼你在定中的境界 你在夢中的境界 比較容易執著 但是其實最多的就是 不是定中 不是夢中 就平常中的境界 誰講了你什麼話 你喜歡什麼 不喜歡什麼 討厭什麼 這些都是境界 如果你對這些境界 你都不執著 那境界 你還要訓練 你對定中 對夢中的境界不執著 那麼這個還要練 但是如果你對平常 哪一個人 做什麼事怎樣怎樣 你都很執著 你說你在定中 夢中不執著 那不可能 你知道嗎 一樣啊 所以一般來講 平常的功夫 跟靜中的功夫 靜中的功夫 跟夢中的功夫 夢中的功夫 跟定中的功夫 不一樣 但是這個都是從平常不執著來的 平常不執著武裕 不執著 不執著 人家讚嘆你 揮謊你 你知道是知道 但是 你不會一直放在心裡面 過不去 很在意 不會這樣 本來今天要講完了 今天是講不完了 我們再留一節沒關係 以後有音樂 再把這個講完 因為還有很多觀念要講 我以為可以講完 但是其實 哪裡知道講下去就講不完了 然後來看 人滅禪定 佛道 涅槃 諸著 這一切的執著 就是乖 執著就是乖 心無乖 無有一切乖 何況 貪慧 就是 般若因為無所得 所以 一切的執著都不乖 何況是那麼粗的 這就算是比較細的 對於禪定佛道的執著上是比較細的 那麼對於五欲 貪稱這個執著上是比較粗的 細的都不執著了 何況是粗的 其實是這樣 所以好像說 黃金我都不執著了 我還執著你那坨大鞭 類似像這樣 所以 所以他講 那麼 世故名為 他這裡講 何況貪會出病 貪跟稱的這些 很粗的病 粗的煩惱 所以叫做大鞭咒 世故 名為大鞭咒 他其實名咒是一個概念 名咒是一個概念 神咒是一個概念 但是他是真正的 究竟的 最上的 名咒 跟婆羅門比起來 所以他講 所以他講 是叫做大鞭咒 叫做無上咒 第一 再上去沒有 無上咒 然後無等等咒 等就是沒有可以類比的 沒有相等的 沒有相等可以類比的 其他的咒都沒有辦法跟波羅比 叫做無等等 無等等咒 這個是榮術 對這個的解釋 因為時間大 我以為可以講完 其實還沒講到三分之一 沒關係 我們如果看再有時間 再把這個心經講完 大家合掌回向 願以此功德 願以此功德 負其於切 我等於眾生 我等於眾生 皆貢成佛道 皆貢成佛道 皆貢成佛道